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升息5码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最开低 盘中的时候曾经一度大跌超过了250点 一度跌破了上一次国安基金进场的这一个点位 不过很快的我们有看到政府的这一个基金应该是有进场互盘 再加上升级股尤其是在OTC点火 使得OTC翻红 由黑翻红 所以呢台北股市呢留下了130点的下影线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是下跌了139点 收盘指数是14284点 跌幅达到了0.97% 成交金额放大到了2085亿元 而OTC的部分呢 这是我刚刚提到了由黑翻红 反而是上涨了0.45点 收盘指数是188.76点 涨幅0.24% 成交金额是580.94亿元 三大法人其实包括了外资大买了超过了 只有投信是买超了27.9亿元 好那我们这边呢就请教一下伟态 台北股市当然昨天 有看得出来在低档是有人承接的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状况 但是今天凌晨美股还是继续跌 尤其是科技类股 半导体类股跌幅特别的重 反映的是呢美国的公债 美国十年级公债 子利率已经来到了3.7%了耶 所以呢这使得成长股 科技股的估值 似乎又出现了一波的修正 要如何的来看待 好的凤星早安 大家早安 在昨天美国股市还是呈现了一个修正 所以其实呢我想对今天早上台北股市 还是有一些压力 那么刚刚这个凤星有提到 就是说昨天啊 这个低档有承接性的买盘 没有错 那但是呢 只有承接 然后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追价 这个就是目前 昨天我在盘面上面观察到 就是追价意愿不足的情况之下 就只有做承接 那所以呢 接下来的这一个行情的一个部分 就像我上一个礼拜 跟大家报告的 我上礼拜我们从 这个缺口理论跟大家做报告 我说现阶段似乎 这个空方是略胜一筹啦 虽然说没有胜很多 但是要略胜一筹 呃 刚刚我提到就是在科技股的一个部分 那估值的一个下滑 那事实上呢 我们从这个纳斯达克的一个指数 还有飞胜指数的一个观察来看 的确有电子股目前来讲 不管是美股或者是台股 都是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族群 那我特别观察到就在昨天 甚至应该说从前天开始 呃电子股的类股的成交比重 就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下 对不到五成 对昨天收盘的时候是四十九percent 然后在前一天收盘的时候是只有四十五percent 嗯 OK 所以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看 大概可以呃得到两个层面的一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呃 因为GDP的预估美国从1.6下滑到两个percent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这个 我觉得在这两天的美国股市下跌 很多人都说啊不是三马吗 不是利空出尽吗 可是我觉得其实市场上担心的是说 哦连这个鲍尔都觉得说他可以忍受经济的衰退 对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他们已经把今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是已经拉到零了啊 是 零点二 对 所以即便是零成长对于联准会来讲 现在抗通膨还是最主軸 是 那我们又知道说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橱窗 那如果说大家预期 哎经济是下行的 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 还是脸着陆 反正就是下行 所以呢 在股票市市场是经济出售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其实股票市场就不会那么的好 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两天 大家会一直在问说 为什么美国股市还在下跌的原因 不过台北股市我刚刚讲 从两个程度层面来看 第一个可能电子股的部分 因为全球的市场都不是这么的一个好 所以其实科技股的部分可能短线上面就暂时 因为没有人气 OK 我觉得可能就暂时先做个观望 那但是呢 资金也并不是完完全全没有进市场 我们看到在昨天这个避险的一个选项 例如说生计 昨天在北极系的带动之下 一些新药股又涨起来了 唐廉啊 智勤啊 甚至说一些已经拉回过整理过的 像台康生等等 忽然又都活蹦烂跳 对又成为了一个就是资金避风港 所以未来其实它变成一个 所谓悄悄板的效应 只要科技股不好 那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热钱跟资金就跑到生计股里面 OK 这个是比较是属于就是短波段的一个排面上面的一个惯性 但另外一个惯性是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如果说外销这个部分没有很好 那资金势必往内需跑 那又可以观察到 尤其最近这个所谓解封的一个新闻很多 所以可以观察到除了这个航空的一个股价表现不错之外 餐饮的股价表现不错 从网品 从八方云集 然后从六角 等等的这些所谓的餐饮业 包括像是精华 他们最近的股价都很强势 所以我会觉得 目前的一个行情 并不是完全没有投资的机会 只不过说那个风向球变了 变得跟以往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做法不太一样 方向跟类股也不太一样 所以可能又接近到第四季的一个传统的一个 传统类股的一个旺季 所以我觉得可以试着把部分的资金开始移到非电子股的身上 好 所以电子看起来就是不看好了 对不对 而且刚刚维太尼特别提到说 不只是估值修正 就是不只是因为升息 然后呢 大家去跟十年期公债值利率去做对比 如果十年期公债值利率都可以来到3.71% 那我投资你股市 就是好歹你的殖利率应该要比这个3.71%还要来得高吧 所以这个修正其实好像还没有结束 另外一个是担心经济衰退 是 经济衰退企业获利就会减少 企业获利减少 那它的本益比就 本益比就会 就算现在股价跌 本益比都还偏高 所以都还要再修正 所以是有一个衰退修正 前面是估值修正 后面是衰退修正都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先看大盘的部分 前一波的13982能不能守得住 我认为指数的部分会去守 会去 对不起 指数会去撑 会去测这个前波段的一个低点 就是您刚所说的这个13928 13928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会是缓步的去做一个回撤 但是这个缓步的回撤 说实在话就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难熬 难熬就是说要跌 用时间换取空间 通常是一般投资朋友比较不愿意的 很多人是希望宁愿短时间之间赶快跌一跌 那大家再一起回来去做多 所以这种所谓的这种缓跌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非常难熬的一个部分 那 但是资金转向是很明显的 对 资金转向是很明显 所以说可能会就回撤13928 就在没有全资股的一个这个撑盘之下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全资股的撑盘 我个人目前看起来 即便是这个有非电子股的一个部分 有人气 但是其实没有全资股在撑盘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指数的部分 要看到有希望 其实我说实在话 还是要电子族群起来 还是要电子的全资股起来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电子股 目前国外的股票市场 跟国内股票市场都不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短线上会有一个契机 我个人还在持续去做观察跟追踪 就是 大家都在看就是美元不断的升值 新来币的一个贬值 事实上呢 我个人猜测在第三季的财报 应该会有 部分的电子股 会有蛮大的贵兑上面的收益 对 因为电子股大多数是有外销 外销是收美金 OK 那如果说新来币贬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实际上收美金的一个厂商势必会相对比较有利 OK 好 那问题就来了 那我今天出口给国外厂商 对不对 可是国外厂商也有传出来就是 不好的消息啊 例如NVIDIA AMD 或者是Facebook OK 好 这些都还有传出这种所谓的基本面不好的消息 所以 如果说要再去做筛选的话 可能啊 就只有苹果系列的 那一挂那一串的 就是外销可能比较不会有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在 八月份 我觉得九月份可能会更明显 也许在下个礼拜就会有比较 下下个礼拜就会有比较明确的现象 十月初 对 十月初 就会公布九月份的营收 对 那九月份营收好的 那大概我们就可以抓七月 八月 跟九月 尤其是八月跟九月都是大幅度成长的 然后是外销为主的 然后电子股的部分 那很可能就会有机会出现就是第三季财报上面的 会对上面的一个收益 OK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我往后看 如果说要问我说未来电子股 他的什么什么timing点 会有比较机会的一个落底跟转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timing点 这个观察 就是在第三季财报公告之前的一些 所谓大家对会对收益方面的一个想象 好 我们来一一的剖析好了 你刚刚先提到就是生计呢 会成为资金避风港 但是就是生计其实波动幅度相当的大 而且挑选其实是很困难的 因为这里面还会牵涉到说 就是他的可能是新药族群 他可能是这个医疗设备族群 然后他可能是这个检测 或他就是有不同不同的一些这个标的 然后呢 新药族群尤其波动幅度大 因为都要去赌说他的解盲成功与否 或者他会不会拿到药证 你怎么来看呢 那如果说好的又已经涨很多了 好 其实新药股在高档的这些个股 是比较不建议大家去追 因为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们说 尤其是新药股在解盲成功之前 基本上会会先做一次获得了解 然后解盲成 如果运机很好解盲成功 他可能会有短波段的这个庆祝行情 所以呢 在北极星 那昨天到他就是公道掌明板 解盲成 对没错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在相对高档 那这种相对高档 很可能一过高就会有卖牙 好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操作上面要注意哪些重点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众议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维泰我们生技股的挑选 因为其实知识还是有门槛 比如说电子的分类这么的细 然后一下子流行PCB 一下子又流行可能是第三代半导体 一下子又流行平盖 然后就是完全IC设计 然后IC设计还分很多很多不同的 这个次族群 生技其实也是如此的 那要介入生技的话 要注意哪些事情 好 未来生技股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的情况之下 它的产业跟基本面就像 奉献刚所说的 大家会越来越了解 就像研究电子股一样 即便是你没有看过ABF宅板 但是你可能也知道 我也是 我们大概只有学校的时候 大概会知道 因为没有去做过 可能就真的不会知道 好 那我是说 大家会因为接触的多 看的新闻多 然后资料多 大家会越来越慢慢的熟悉 他们会越来越透明 所以其实生技股的下一个阶段 其实它就会从原本的就是 有梦最美的一个阶段 回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有业绩的一个题材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下一个阶段 生技股会走向这个部分 那所以其实 每一个月的那个所谓业绩的一个 这个观察就很重要 那事实上其实从前年开始 我们就看到 有许多的一个生技股 它常常就是在 创新高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表单里面 就会出现 OK 所以业绩其实我觉得 还是未来的一个 一个判断生技股的一个主轴 那但除了业绩之外 还有就是市场上面的一个热度 例如说我们刚刚都有提到 就台康生 这种CDMO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概念股的部分 但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 这个郭董有才去做一个投资 OK 不然很早吧 对他很早就做一个投资 对 而且是属于长期投资 看起来 对没有错 那像这样子的公司 当然其实营收是 它不像一般的新药公司 它有时候营收只有几十万跟几百万 那至少它过去这两季 基本上它的EPS是正的 那我们只能够嫌弃它说 你赚不到一块钱 然后股价一百块钱 问题是如果说 未来接到 你说比较大的一些CDMO的订单 或者是那CDMO订单结束完之后 它还可以有分论的一个机会 那它的后续的 后续的那一个 所谓的一个 EPS就会快速的一个成长 所以对一般投资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学习 就是以前制造业是P乘Q 量跟价 相乘出来是营收 再算下来 可是生技股可能就不是 它可能就是要看它的产品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市场份额 跟它的进入的门槛的难易度 我觉得大概就会 就会开始分出哪些是一军 哪些是二军 因为我觉得生技股到后来 也会有这种所谓一军跟二军的一个差别 所以除了做梦股之外 因为做梦股都牵涉到这个解盲的这件事情 或者药症的事情 你觉得未来重心点可能会放在业绩面的部分 所以要有业绩才行 那在技术现行上面来讲 那个怎么样避免自己追高呢 好问题 因为就技术现行来看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生技股 基本上他们都是属于小股本的一个公司 那小股本的公司 它在外流通股数少 所以呢 它量少 其实我觉得还算是可以去做接受 所以如果说它 它突然是出现 就是明显的一个爆大量的情况 那可能就是这个 从马有出现松动的一个情形 我们可以 好我们就看北极星好了 北极星它在之前 在解盲之前曾经 一度来到最高点在222块 OK那天是9月6号 而9月6号当地的成交量 就是12000张 可是它在这个波动 从8月初在启动的时候 它的成交量也不过才1800张 对 换句话说 从1800张 来到了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12000张 所以这个明显量是放了很大的 OK所以我觉得 这种小型股的一个操作 我觉得就不一定要分 这种所谓产业别 就是完全全就是看 就是交易市场的一些行为 只要它小型股 然后突然很异常的爆出大量 然后股价又出现异常的波动 那么这种就是要亮出红灯的警讯 所以这个 它这个不但不追高 相反的手上有可能先出一趟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不是说看好北极星 或不看好这件事情 对我们只是举个例子 对只是拿来做举例 对不对 好所以在它的液晶面的部分 然后再加上技术面上面的操作 因为它冲浪其实浪高的时候呢 要怎么样避免这个摔下来 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刚刚讲的是生计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内需的部分 因为今天大概昨天 昨天最大的新闻就是 10月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国门解封了 对不对 当然解封很多细节都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家已经预期内需市场会有一个大爆发了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挑呢 嗯好 呃我觉得这个内需市场的一个业绩 其实跟这个疫情的一个这个趋缓是有关系的 我最近我也是拜访一些公司 他们就说其实的确 呃他们在国外跟国内的一个业绩 都有明显的一个成长 而且那国内的部分是从原本的单月亏损 将近千万到单月赚大概六七百万 是这样子的一个来回的一个拉锯 你是说餐饮吗 餐饮 对它是一个餐饮 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应该很多 然后它在海外市场呢 呃又又 因为其他小的这种竞争者 然后就是呃倒了 所以它反而在这个时间点 它扩充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店面 等于是它市占率是拉高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餐饮业 你讲的这一家 它不是只是存在台湾自己做餐饮 对 它还在跨国做餐饮 这是跨国的 对 好 所以我觉得在餐饮的这一块 我觉得有一个趋势就是大者很大 就是小小的这一些所谓餐饮业者 它后来慢慢慢慢会抵挡不住这一些 所谓的不管是疫情 或者大环境的一个的一个冲击 它会慢慢退出市场 所以它多出来的这些份额 它就会交有最大的一个 是大的这个餐饮业者 去把它就是吃下来 OK所以我觉得 像是网品 或者是我们说精华 或者是六角 或者这一些的餐饮业者等等 我觉得他们其实未来 因为他们GPG 还有资本市场在后面撑着 所以他们的业绩到时候会 会跑得比较快 OK我觉得这个是 目前餐饮业者就是 或许业绩还没有真的来到高峰 只是只是一刚刚开始 但是股价已经先涨一波了 对 像我们以网品回例好了 好的 你刚刚这样点到网品 网品其实已经从六月呢 横盘整理到 这已经是整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然后最近这三天就是 两个红K棒 那三天就是两天涨一天跌 那么其实也爆量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好 网品的一个股本大概是7.7亿 OK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说的小型股 对小型股的一个部分 那昨天成交量是4900张 那前一天是3061张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个张数 成长的一个张数的幅度来讲 并没有特别特别的一个大 我觉得这个还好 OK 那网品这边当然就是一个 就是解封的一个题材 当然我觉得大家对这种 有品牌的一个这个公司 会比较有这个信任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我们从整个股价表现来看 那如果说从操作面来讲 其实这一波 价长量成冲上去的情况之下 以这种只要有人愿意去做追价 基本上我都觉得 以真正的这种所谓的利多消息 还没有完全这个实现之前 我觉得股价都还是有机会 所以这一些 你就是所以在餐饮当中 你要挑最大的就对了 我觉得挑大的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最后你还提到了一个题材 那就是呢 就是这个会对的受益的公司 可是这个挑选上面 特别要强调的是苹盖 才有机会对不对 因为看起来只有苹果 它这东西卖的也比较好嘛 所以它的这个供应商 可能会比较好 那指标库我个人会先观察 就是2317的鸿海 2317的鸿海呢 当然它电动车的题材有 但是呢其实就股价面来讲 它其实真的相较于其他电子以外来讲 它真的相对的一个偏强势 就表示它筹码面 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 那它又是最大的这个所谓代工 代工业者在苹果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受惠 我觉得这个鸿海应该会有 所以越纯的苹盖骨越好 我觉得目前是躲在苹盖的这个 这个大数字下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所以呢在大环境下面 尤其是国际的大环境 不利的情况之下 要找资金避风港 其实是有它的困难性的 那这边都挑选了几个 其实这也是市场可能公认的 这个避风港 但是呢在技巧上面 进出的技巧 你一定要注意那个量价上面的变化 还有营收跟获利上面的一些情形 好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 小心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众议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也要谢谢大家